10月26号来自印尼的体育项目武术成功归宜 你贡献了一枚金牌和一枚银牌 现在在我旁边都是教练和运动员 教练晚上好 晚上好 今天恭喜你能为武术运动员为你贡献了一枚金牌和银牌 你觉得有什么难度呢 首先非常高兴祝贺印尼五千运动员 在杭州亚运会获得一块金牌和一枚银牌 那么武术运动属于中国 但是在印尼已经开花结果 很多青少年印尼的青少年都喜爱武术 他们就是模范的武术运动员 他们现在已经是印尼青少年的武术偶像 非常高兴 我们都知道武术是来自中国的 肯定锻炼印尼的运动员是非常不容易 你觉得有什么挑战 是的 因为武术讲究武术的特有的精气神 在运动过程当中 不仅仅是身体运动 他要有武术的意识 武术的表演能力 表现力 所以在教他们的时候 要告诉他们 不只是身体的动作在训练 而且要有意识 要有思想表现 所以他们表现得都很好 所以他能拿到金牌 那在未来有什么打算呢 就是对艺术运动员可能提高他们的成绩 或者是 希望他们能够继续努力 继续把自己的武术运动发展得更好 更高 在今后的各个大的国际比赛当中 取得更多的金牌 这是我最大的愿望 好的 希望能实现 非常感谢教练 我目前所在福利志 是中国浙江省杭州市的印尼之家 通常在印尼参加国际新比赛 都会成立印尼之家 来自印尼的教练 运动员 以及媒体记者 都会来到此地方聚在一起 同时也能品尝 印尼的特色美食 欢迎订阅 欢迎订阅 请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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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 在这里澳洲超级권世界的节目 这里有 fewции公开间的八点 没什么均复的 这些 bung fulfilled 这是回 可以借窄ков 在外面也有森林 有森林 我感谢到MetroTV 很愿意向运动 运动的表现 的表现 非常感谢 印尼奥委会邀请美国电视台来到韩州 参加要因会